哈囉大家好,我是單車時代的Raini 在外騎車,愛車總是難免會有點髒汙嘛 尤其對那些平常騎很兇的車友來說 每次回到家都是會發現那些車架、飛輪、鏈條那些都髒到不行的 對於愛乾淨的車友來說 總是會想要清潔一下自己的愛車嘛 但像我身為這種剛接觸單車的小白來說 除了直接送到車店以外 該如何自己在家中讓自己的愛車保持乾淨呢? 這次我們特別邀請到傑米勒的老闆 跟我們一起分享如何讓愛車隨時保持乾淨的模樣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傑米勒車店裡面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店長Jimmy為我們介紹吧 大家好,我是傑米勒單車的Jimmy 想要請教一下Jimmy 你會建議像我這樣的車友在家裡自己進行清潔嗎? 一般輕度清潔,車友們可以在家中自行進行 但如果需要專業的拆解的話 因為需要專業的工具 所以還是需要交由專業的店家進行 但像我就有發現到飛輪跟鏈條都油油髒髒的耶 那樣是可以在家裡自己洗的嗎? 其實是可以的 車友們可以使用市售產品進行簡易的清潔 像我們車店保養長使用的Trip Park 888P 快速清潔劑 就可以輕鬆進行油汙清潔 而且Trip Park全系列產品都是水性基底 好清潔而且不會有刺皮的意味 很適合在家裡面使用 可是如果要清潔的話 最先該由哪一個步驟開始呢? 我們建議先由傳動系統開始 然後再進行車架的清潔 這邊可以推薦大家使用 Trip Park 231環保儲油清潔劑 它可以噴出非常綿密的泡沫 可以把車架完全包覆 噴完之後靜置兩分鐘就可以將油汙帶出 再使用步驟清潔就可以了 那這樣清潔完我就可以直接上路了嗎? 千萬不可以喔 還要再做鏈條的上油才可以 不然鏈條跟飛輪都會產生抹耗還有噪音 但是市面上很多鏈條油 我要怎麼做選擇啊? 我會推薦使用這兩種鏈條油 分別是吸力康鏈條油及鐵夫龍鏈條油 吸力康鏈條油的乾式特性 比較不會吸附過多髒物 鐵夫龍的特性比較適合 戶外多變的環境使用 那我自己都清洗完了 我是不是就不用送車墊了 雖然自己會清洗的 但還是建議專業的清潔還是要交給車墊 因為需要用到專業的工具 會比較保險 今天真的很謝謝Dreamy的分享 讓我們了解到非常多的知識 有了良好的清潔工具 就能在家為自己的愛車快速保養 讓每一次出車都能抓住旁人的眼光 清潔一點都不難唷 還想了解什麼資訊 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